白色小轎车缓缓倒车 下一秒却突然爆冲 一旁的路人发现阻止不了意外发生 只能将双手交叠在脑后相当无奈 而失控的小轎车变成这副模样 系纸水源路上这台轎车 45度斜插在墙上 下面还卡着一台被对折的机车 画面实在惨不忍睹 被害车主兼屋主是早餐店老板 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吓得六神无主 表演一声 你看机车两台都扁了 如果是人的话早就死了好不好 不晓得是吓到了还是睡着 我不晓得那个脸就是看起来 是苍白那种那种样子啊 肇事车主疑似熬夜 精神不济却硬要上路 民众看到汽车 像是看到世界奇观 怎么会打错档 还冲得蛮远的耶 事后警方对驾驶进行酒测 酒测值为零 看看路人无奈的模样 幸好不幸中的大幸 是没有人因此受伤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导